38岁肖亚轩素颜照意外流出,真的吓坏所有人!这也差太多了吧!难怪以前从没看过她素颜。 肖亚轩在圈里圈外有两大公愿过人之处。 一是肖亚轩特别贵化妆,二是她的历任男友都特别帅。 关于这两大优势,曾经在2006年那一期康熙来了终得以全面体现。 不要说2016年,大家觉得肖亚轩是鲜肉男神收割机。 其实在2006年小S已经觉得怎么肖亚轩老是能和那么帅哥在一起。 在2006年之前,肖亚轩早就已经和很多帅哥有过绯闻。 比如小浩王力宏,翻版吴燕祖之称的王天一。 还有老徐的真命天子王力航,也曾经因为合作传过绯闻。 为什么会认识这么多帅哥,肖亚轩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,问题是她会自爆秘诀吗? 因为肖亚轩帅哥男友太多,连蔡依林都想让她介绍。 如果肖亚轩帅哥在MSN上求肖亚轩介绍男友的八卦说给了康熙听。 结果肖亚轩真的介绍男友了,把帅哥的照片发给蔡依林。 那时候蔡依林和周杰伦分手不久,正在寂寞的空窗期,这段恋情给蔡依林也是伤害不少。 所以拜托肖亚轩介绍帅哥,也是逃离情商的好办法啊呵呵。 后来蔡依林找到了新男友锦容,不知道有没有肖亚轩的功劳呢? 一看锦容就知道是肖亚轩的菜,这样的货源会拱手让人大笑三声。 当时肖亚轩已经一千多天没有发片,几乎引退娱乐圈。 节目组访问街头路人,对她的印象只剩下那个特别会化妆的女生。 而肖亚轩被小S和蔡康用逼迫是聊前男友还是聊现双两个话题时。 她竟然更愿意聊前男友这个八卦话题。 所以脑补一下,素颜对于肖亚轩是多么敏感的一个禁区。 可是熟悉肖亚轩的朋友,却知道肖亚轩素颜的新闻即使不算少,当然不是这种化了妆的素颜通稿。 是素颜的肖亚轩,样子真的和她的平常样子差别好大。 素颜有时候还成为发泄情绪的手段,比如去年肖亚轩生日素颜现身,当时的男友其实已经分手。 然而肖亚轩最让人震惊的素颜照是有一次她的快闪记忆体卡丢失了。 在里面有她的素颜照,结果。你能认出来这是肖亚轩吗? 肖亚轩的眼妆其实早已经变成了教科书。 一双电眼是多么的勾人,肖亚轩那么多鲜肉男友,一个比一个帅。 她们多多少少也是被这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吸引住的吧。 一双欧式的电眼,就能释放比三峡大坝更多的电眼,相反就成了绝人体。 肖亚轩化妆和素颜的样子的差别真大。 所以,虽然男友一再表示不介意肖亚轩的素颜。 但男友的内心还是会有所波动的吧,所以肖亚轩频繁坏男友。 除了欲解傲娇的非掉小鲜肉,有没有可能有过这样的原因呢? 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全部,失去了一双电眼就否定一切。 不要太肤浅了好不好,如果有这样俗不可耐的男友,那真是在他面前诉言对了。 肖亚轩,英语,Elver Zell,1979年8月24日,原名肖亚之。 于2009年将一名肖亚轩改为本名,台湾知名女歌手,出生于台湾桃园平镇。 出道后被媒体誉为《华语》四小片后之一,以舞蹈和穿衣风格为人熟知被誉为《亚洲时尚舞后》。 并曾于日本发行英文专辑《吉破ITB》认证2000年度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大奖。